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 我是一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 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 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 40岁后的女人学会这五个穿戴搭配 让你不装嫩又显年轻 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 王薇薇说,时装很重要 就像所有能给予你欢愉的东西那样 它能提升你的生活 它值得你去精益求精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 很多年龄跨过40大关的时尚爱好者 渐渐关注起如何通过穿着打扮 来显得更年轻、更时尚 同时又不会显得刻意做作 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自然、舒适 既有年轻活力 又不失成熟韵味的穿衣风格 这期咖啡屋将会为你分享 轻松实现无灵感的搭配 让你在优雅中散发自信魅力 1.过了40岁不要再穿这五种衣服 显得很廉价 1.太暴露的衣服 每个年龄段都有适合自己的穿衣风格 最重要的是要穿得体 年轻时我们活力四溢 身材也往往处于最佳状态 那时穿上超短裙或露背装 能够尽情展现我们的青春与活力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我们步入中年 身材和气质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这时过于暴露的装扮就不再适合我们了 得体的衣服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 更是对自己的尊重 到了这个阶段 我们应该学会藏的艺术 不再追求那些低胸包臀等过于性感的款式 而是将穿衣风格和品味转向端庄优雅 这样不仅能才能让我们的外在形象 更加符合年龄和身份 二、太过紧身的衣服 女人一旦到了40岁 身材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苗条 会有些走样 甚至开始发浮 这时候 如果还坚持穿那些紧身的衣服 就不太合适了 因为紧身的衣服会紧紧贴在身上 这样一来 身材上的缺陷就很容易被暴露出来 想象一下 肚子上已经有了坠肉 却偏偏要穿上一件紧身的上衣 那么那些坠肉就会非常明显 自己看了也会尴尬 同样的 如果小腿已经变得粗壮 却还要穿一条紧身的裤子 不仅看起来不太美观 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会带来很多不便 因此 40岁的女人 衣服宽松得体 才是最好的选择 三 太便宜的衣服 到了中年之后 不能穿太过廉价的衣服 几十块钱买的地摊货 不仅外观看上去很廉价 而且衣服的质量很差 穿了几天之后严重变形 甚至乞求 洗的时候还会掉晒 真的很麻烦 便宜的衣服除了质量不尽如人意 他们的做工也不够精细 甚至偷工减料 在生产过程中 有些厂家会为了降低成本 使用含有对人体有害物质的染料 这样一来 穿上这样的衣服 就不仅仅是美观与否的问题了 它直接关乎到我们的健康和安全 长期穿着这样的衣服 真的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 年轻的时候 我们更看重衣服的款式 追求时尚潮流 一件衣服穿几次不喜欢了 就随手扔掉 这样的做法在当时看来并无不妥 但是上了年纪之后 最好注意衣服的面料质地 不能买太便宜的衣服 一件质地优良的衣服 可以穿很长时间 并且提高自信心 四 颜色太鲜艳的衣服 你发现了吗 很多上了年纪的女人 对色彩鲜艳的衣物情有独钟 希望通过靓丽的衣物来保持青春 然而这种做法往往难以如愿 甚至适得其反 首先 过于鲜艳的颜色 对穿着者的气质和搭配能力都有较高要求 稍有不慎就容易显得俗气或吐气 再者 这样的着装风格会与中年女人的沉稳气质产生冲突 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 因此 建议中年女人在选择衣服时 可以更多地考虑那些颜色淡雅质感高级的款式 比如深蓝灰色 经典黑白色 温暖咖色 柔和米色以及稳重棕色等 这些颜色会显得女人成熟而优雅 五 花里胡哨 过多装饰的衣服 衣服要是全都是亮闪闪的亮片 或者密密麻麻的钻石 这种设计特别抢眼 但对上了年纪的女人来说 就不再那么合适了 虽然这样的衣服真的很能吸引眼球 但我们都是平凡人 不是天天生活在美光灯下的明星 生活中并不需要那么多人的注意 那些花哨的衣服 往往给人一种廉价的感觉 上面的装饰物反而成了负担 让人看着就觉得累 这种衣服大多都是活泼可爱 色彩明艳的 但中年女人穿上会显得不太得体 还是选择那些基本款式的衣服最好 既百搭又经典 穿多久都不会过时 衣服越简单 反而越能显出高级感 那些印着大花朵图案 或者有很多可爱小动物图案的衣服 就不太适合年纪稍长的女人了 二 打造无灵感 有五个准则 一 选择经典款式 打造百搭造型 经典款式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衣橱里不可或缺的 一件干净利落的白衬衫 搭配简约的黑色长裤 或是优雅迷人的半身裙 都能轻松打造出既简单又不实品味的装扮 在选择这些经典单品时 我们要特别注意它们的版型是否得体 剪裁是否合身 只有版型合适 剪裁精良的衣物 才能穿出自己的风采和格调 二 多穿低饱和肚色系 色彩是打造无灵感的关键因素之一 为了营造出既年轻又优雅的氛围 推荐选择那些温和而不张扬 饱和度恰到好处的颜色 比如浅蓝色 米白色 粉色等 它代表着甜美与纯真 能瞬间唤醒内心的少女情怀 这些颜色不仅能够有效提升个人的气质 让人看起来更加温婉动人 还能在不经意间增添几分年轻活力 此外 为了进一步提升穿搭的层次感与整体美感 我们可以巧妙运用同色系搭配的原则 将相近但又不完全相同的颜色组合在一起 营造出和谐统一又不失变化的视觉效果 或者采用深浅搭配的技巧 通过对比鲜明的色彩组合来突出服装的层次感 让整体造型更加立体饱满 但在搭配衣服时 要注意全身的颜色种类 通常不要超过三种颜色 因为如果颜色太多 就会给人一种杂乱无章 花里胡哨的感觉 三 质感至关重要 不论是衣物所选用的布料 还是鞋铝所采用的皮革 它们的质地都是极其重要的 四十岁后 我们更应该重视选择那些带有高级质感的服饰 比如说纯棉麻的衬衫 柔软透气 穿着起来非常舒适 还有羊绒的毛衣 保暖又轻盈 能够彰显出你的独特品味和优雅气质 记住 千万不要因为追求便宜而选择那些质量低劣的衣物 它们只会让你的整体形象大打折扣 在秋冬季节 我们更需要注重衣物的保暖性 这时候 那些质地优良保暖效果好的服装 就成为了我们的首选 它们不仅能够抵御寒冷 还能让我们在寒冷的天气里 依然保持优雅和自信 四 细节决定成败 在打扮自己的过程中 我们经常会发现 那些微不足道的小细节 往往能对整个造型产生巨大的影响 所以当我们在挑选和搭配衣物时 不妨多留意一下领口 袖口 裤腿 这些细微的部分 想象一下 一个精致的衬衫领口 能够完美地衬托出你的颈部线条 让你的脸型看起来更加优雅 而袖口的设计则能展现出你的手腕 增添一份女人的柔美 至于裤腿 合适的剪裁和长度 不仅能让你的腿部线条更加流畅 还能在视觉上拉长你的身高 当然 仅仅依靠衣物本身是不够的 适当的配饰也是必不可少的 一条优雅的丝巾 一款精致的手表 一对闪闪发光的耳环 都能瞬间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就像那些女神们一样 她们虽然穿着的是基础款的服装 但正是因为注意到了这些细节 运用了合适的配饰去点缀 所以整体看起来并不单调 反而充满了时尚感 5.巧妙运用层次感 巧妙运用层次感 是一个让人在视觉上 更显年轻的好方法 想象一下 你可以在内里穿上一件 柔软舒适的打底衫 作为最贴近肌肤的衣物 它能给你带来温暖和舒适 然后再套上一件基础款的衬衫 这种衬衫既简约又百搭 能够与多种衣物搭配 最后 你可以在外面披上一件帅气的西装外套 这样 三件衣物层层叠加 既增加了整体的层次感 又让你的穿着看起来更加有形 不过 在叠穿搭配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掌握一些技巧 首先 我们要尽量保持 衣物之间的松紧结合 如果衣服都太宽松了 那么叠穿在一起 就容易显得臃肿 失去了层次感带来的美感 而如果都太紧身了 又会把身材包裹得严严实实 给人一种沉闷压抑的感觉 此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颜色的搭配来增强层次感 比如 你可以选择颜色深浅不一的衣物进行叠穿 这样不仅能够让整体造型看起来更加丰富多彩 还能够通过颜色的对比来突出层次感 同时 我们还可以在配饰上下功夫 比如选择一条与衣物颜色相呼应的围巾或者帽子等 这些都能够为你的叠穿造型增添不少亮点 在追求穿搭的层次感时 我们得留心 别让衣服的设计变得太复杂和鲜艳 因为一旦设计过于繁琐或花哨 整个装扮会显得过于用力 反而失去了平衡感 所以选择一些简单的基础款单品 比如纯黑色的打底衫或是清爽的白色衬衫 作为叠穿的起点是再好不过的了 这些基础单品不仅百搭 还能很好地作为其他服饰的衬托 接下来你可以尝试在这些基础单品外面 搭配一件颜色相反或相近的外套 比如黑色打底衫外搭一件亮色系的夹克 或是白色衬衫外面套上一件灰色或米色的针织衫 通过这样的搭配 不仅保持了内外的颜色和谐 还能让整体造型更加有层次感和丰富度 三 学会这四个搭配技巧年轻又时尚 一 给设计做减法 很多女人认为一旦过了40岁 就应该追求更为精致的穿着 然而过分追求繁复的设计往往会陷入一个误区 那就是过度设计 这样的设计会让人感觉到一种精致土的气息 反而使整体形象显得更加油腻 而油腻感恰恰是让人看起来更显老的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尝试给设计做减法 选择那些简洁而清爽的服装单品 不要过多地添加设计元素 比如蕾丝花边 夸张的大口袋 繁琐的流苏 浮夸的图案等等 这些元素不仅难以驾驭 还很容易过时 让人看起来不够时尚 在秋天 我们可以选择一件黑色或白色的针织衫 这样的单品几乎不需要任何修饰 就能给人一种精致的感觉 再搭配一条简约的半裙 就能让整个造型更加优雅 充满女人味 我非常喜欢黑白条纹衫 它有法式的那种时尚感 不管是什么肤色的人穿都很好看 还特别容易搭配 穿上它 整个人就显得特别清爽 如果搭配一条黑色的烟管裤 那效果就更好了 这种搭配看起来既简洁又利落 同时又不失优雅和知性 而且它还能给人一种小清新的感觉 让人看起来更年轻 更有活力 这样的穿搭 无论什么年纪的人都能轻松驾驭 二 注意身材比例的打造 女人 无论是身材高挑还是小巧玲珑 都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年轻 时尚 这就需要我们在穿搭上多花些心思 让自己的身材比例变得更加匀称 美观 毕竟我们都想摆脱那种五分的身材困扰 让自己看起来更高挑 更苗条 同时还能散发出一种干练 利落的气质 这样自然而然的就会显得年轻许多 到了秋天 气温逐渐降低 我们会选择一些轻薄的衣物来应对这个季节的变化 比如衬衫或是柔软的针织衫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运用一些穿搭技巧 来优化自己的身材比例 一个简单又实用的方法就是将衣角塞进裤子里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它能够明确地展现出你的腰线位置 从而在视觉上拉长你的腿部线条 让你的身材比例看起来更加接近完美的三期比例 如果是穿外套 特别是那种经典的小西装 想要整体造型显得清爽又利落 那么在挑选内搭时 就得特别留意要如何展现你的高腰线 你可以把西装外套敞开穿 里面就运用上短下长的搭配法则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一件灰色的小西装 内搭选一件黑色的针织衫 再配上一条牛仔裤 为了突出高腰线 你可以把针织衫的衣摆塞进牛仔裤的裤腰里 这样一来 你的身材比例看起来更加协调美观 青春有活力 这款均绿色的西装 它采用了特别宽松的剪裁方式 让穿着者感觉舒适自在 而在挑选内搭衣物时 有一个关键的要点需要牢记 那就是要确保能够巧妙地展露出你的腰线 为了达到这个效果 你可以选择一件墨绿色的衬衫作为内搭 然后将它精心地塞进裤子里 这样的搭配技巧 能让你的腰线在视觉上得到提升 给人一种非常优雅修长的感觉 而且整体的着装风格也没有丝毫的脱泥带水之感 看起来就年轻了 三,避免太花哨的颜色 中年女人 想要保持那种青春不老的感觉 并不是非得穿上一堆粉嫩嫩的颜色才行 其实,挑选那些优雅高档又朴素的色彩 反而能让整个人显得更加清爽 避免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这样自然而然就显年轻了 经典的黑白配永不过时 不管什么肤色 黑白配都能轻松驾驭 不会让人觉得油腻 让人一看就觉得你特别有活力 特别有朝气 比如你穿上一件白色的衬衫 然后在肩膀上随意地搭上一件黑色的针织衫 这种经典的黑白搭配 不管你怎么穿 都是那么的时髦 再配上一条米色的休闲裤 整个造型看起来既清新又自然 还特别耐看 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搭配非常简灵 秋天可以多穿大地色系 这种颜色就像大地一样包容着万物 给人一种温暖和安全感 在秋风渐起的时候 选择大地色系的衣物 不仅可以抵御寒冷 还能彰显出穿着者的优雅和知性 卡其色的风衣是秋季的经典单品 它简洁而大方 适合各种场合 当你穿上它时 会感觉自己仿佛融入了秋天的景色中 既自然又和谐 而搭配前卡其色的真知衫和喀色的西裤 更是将大地色系的美妙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样的配色既低调又温柔 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你的品味和气质 四 增加松弛感 女人到了中年 身上开始散发出一种难以言喻的从容与淡定 这种由内而外的松弛感 不仅不会让人觉得岁月留下了痕迹 反而会让她们显得更加青春焕发 为了顺应这种自然的转变 我们完全可以在穿着打扮上做些调整 让自己的穿搭也充满这种松弛感 比如不要穿那些过于紧身或是紧绷的衣物 转而选择那些修身却又不适空间感的款式 这样的设计既不会束缚身体 又随性而舒适 此外 休闲风格的服装 更是能轻松营造出松弛的氛围 让人看起来更加年轻 无灵 在秋天这个季节里 一件简约宽松的风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它既能彰显出女人的潇洒与大气 又能通过其独特的剪裁和设计感 来凸显出穿着者的时尚品味 再搭配上一条牛仔裤和一双帆布鞋 这样简单而又不失风格的装扮 无需过多地修饰 就能轻松穿出一种无灵感的美 当然 除了穿着打扮之外 妆容和发型也是营造松弛感的重要元素之一 在妆容方面 我们不必追求过于精致或是刻意的妆容效果 而是可以选择一种淡淡的裸妆感来增加自己的精致度 这样的妆容既能让人看起来更加自然清新 又有一种漫不经心的随性美感 而在发型方面 一款微卷的短发 就能很好地带来一种慵懒率性的腔调 这样的发型不仅显得人格外青春有活力 还能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轻松自在 无拘无束 四 四十岁女人的无灵感单品 一 衬衫 衬衫 这一经典单品 跨越四季而不衰 无论年龄大小皆能完美驾驭 四十岁的女人 若遇以衬衫塑造跨越年龄界限的时尚感 那么 选择一款略带设计感的法式衬衫 将是上乘之选 其设计简约中蕴含精妙细节 特别是泡泡秀的融入 轻松营造出简灵效果 基础款白色衬衫 是最经典百搭的存在 当然了 它也是非常显气质的 带点法式风的款式 结合起一条断面半身长裙来配 是四十岁的女人 最值得借鉴的穿搭 优雅大方 又能实现无灵感 二 半身长裙 四十岁的女人应当多入手半身长裙这类裙装 因为它们能完美展现优雅气质 尤其是经典黑色半身长裙 不仅百搭耐看 其纸筒设计还能巧妙遮掩身形不足 搭配白色短袖T恤 黑白配的组合更显时髦高级 半身裙是凸显气质与女人魅力的绝佳选择 在颜色选择上 除了经典的黑白灰外 不妨尝试低饱和度的彩色款式 它们既能减零又显阳气 无论是搭配衬衫还是白色T恤 都能营造出舒适自在且显年轻的造型 三 黑色单品 日系轻熟风穿搭 在日杂博主的演绎下 总能让人找到适合自己的搭配灵感 尽管夏日炎炎 黑色衣物一息热 但在搭配迷茫时 黑色却是不二之选 黑色这一经典色彩 以其不易出错的特点 成为众多女人的心头好 黑色无袖连衣长裙 简约而不失大方 尤其适合40岁的女人穿 搭配一双黑色凉鞋 不仅清爽舒适 还能巧妙减零 另外 黑色无袖连衣裙 搭配一双运动鞋 轻松打造舒适自在的穿搭风格 如果加入一条项链作为点缀 既能增添时尚感 又不失精致韵味 40多岁的你 无需因年龄而忧虑 放弃对时尚与美丽的追求 借助上述搭配技巧 相信你找到专属于你的 无灵感穿搭秘诀 在追逐潮流的同时 务必保持那份自信与优雅的姿态 让美丽与年龄无关 好了 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 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或者看后有所醒悟 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欢迎留言和投稿 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 学习别人的最好 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们下期节目见 我下期节目的最好 我下期节目的最好